阿里巴巴批美,对华为极不公平专家指中国病毒失败走,阿里巴巴副主席蔡崇信,中,批评美国对华为极不公平,阿里巴巴官网2015年11月,孟晚舟事件后,华为四面楚歌。 多个国家发起抵制,华为官网2018年11月,阿里巴巴高层批评美国,对华为极不公平,且有政治动机,被揭发在海外扮演讲好中国故事的角色。 有美国国安学者发出报告,要求当局对华为启动涉及国家安全的232调查。 而有德国专家认为,中国病毒,华为中会在西方败走。 无意同文旅情报道,路透社报道,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副主席蔡崇信,周五25日,在香港出席活动时,抨击美国对待华为极不公平, 并指美国防止华为进入市场的措施。 是非常具有政治动机,他严厉批评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贸易战压制中国崛起。 但他表示,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态度,持有加拿大护照的蔡崇信。 被问到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,在加拿大被捕所引一发的外交争议。 他只是有政治色彩的问题,希望加拿大和中国改善关系。 阿里巴巴之前一直批评中美贸易战创办人马云, 去年11月,指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。 马云曾承诺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职位,但已退出有关计划蔡崇信指出美国监管。 机构已经令阿里巴巴难以在该国投资,他们将考虑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。 美国一个国家安全小组,去年拒绝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, 对美国达拉斯一间公司速汇金Moneygram International的并购在社交媒体活跃的旅美评论人Adlife世界起底。 蔡崇信去年收购了美国NBA布鲁克林兰网队,49%的股权, 在美国替中共当局讲好中国故事,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, 对本台表示,阿里巴巴与中国政府,特殊的权贵家族都有的政商关系。 马云,多年前曾为六四事件背书,今次蔡崇信的表态,明显为大陆战场他们的爱党和爱国, 都是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冯崇义说除了国企之外一些私企, 他们跟政府或者跟中国的权贵家族,都有特殊的政商关系。 他们比很多国企,还要在政治上做更爱国,更积极的表现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马云和这些老板们,做一些很夸张的表态,应该这是常规动作。 现在从华为开始是整个一个中国和民主世界关系的突破口。 如果华为和有特殊背景的大商家败坏,或改写规则这些民主国家会重新定规矩。 孟晚舟被捕事件引发的后续效应,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Jord Mason University,法学院国安研究所的国安和技术专家凯瑟Andy Keef, 与史密斯·布莱恩·史密斯,周四24日,联合发表报告。 指华为和中兴,对美国国家安全已构成严重和长期威胁,且随着5G时代来临。 该协将更严重报告,建议美国应该对这两间公司,采取全面措施。 包括启动涉及国家安全的232调查,列为外国代理人,调查贸易不法行为,和盟国共同采取保护措施等, 以对抗来自外国的敌意威胁德国法学学者,欧华导报主编前岳军, 接受本台访问认为,从江泽民时代,就看到未来通讯的重要性。 因此,华为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,同时亦受命于中国政府。 欧美国家已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威胁,特别是未来有可能爆发早已预设和植入中国病毒, 前岳军说中国政府在华为背后,到底扮演多少角色什么样的角色。 华为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过华为,也是无条件地服从中国政府的指令。 因为中国的专制政权,现在中国技术,已变成病毒的代名词了。 华为的隐患就像病毒一样,你的系统是否要放上这样,中国病毒,未来是个网络世界。 中国政府感到需要时,它可以把你所有的讯息收集起来, 中国政府想要断你的话,它可以叫你整个国家瘫痪你能放心吗? 它今天可能说给你做防盗措施。 但它同时是个小偷钱越军只谨慎的欧洲,特别是德国其实早就对华为有所防范。 在前首都波恩,到现首都柏林之间的通讯,早已排除华为。 德国民众和政府,在孟晚舟事件不断升级后,坚定将华为抛出5G的决心, 只有部分通讯企业,还在从成本等考量持观望态度。 但它认为,华为中将会在民主世界里,隐落而加通设周五的消息。 指加拿大政府即将作出重大决定,拨款4000万加元,给芬兰电讯商诺基亚Nokid,用作研发在加拿大的5G技术联邦。 公共安全部长古德尔,早前已表示,加拿大需要5G技术,但不会损害国家安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